大家好,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,是否已订阅本频道,且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,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湾嘉义大浦地区1月下旬发生6.4的浅层地震,造成中科与南科部分半导体及面板厂一度停机与人员疏散,目前已逐步恢复。 目前,低震导致的损失金额,各厂商正在统计,尚在统计中,外界预计损失总额至少约在新台币10亿元之上。 市场调研机构Trendforce及邦咨询调查报告称,台积电及连电的台南厂因震度达4级以上,当时已疏散人员并停机检查,未有机台遭受重大损害,紧颅管机台内难以避免的产生破片。 台南亦是重要面板产地,厂商实际受影响情况,尚待确认,只是此次地震可能加大2025年第一季电视面板供给压力。 尽管台南地区晶圆代工厂制造的产品种类广泛,但因实质各项零部件需求传统弹机,整体成熟制成的产能利用率平均为70%至80%,产线仍有相当大的调整弹性。 先进制成部分,Tranforce即帮咨询研判,目前投片多数库存预备,短暂停机或少量破片的影响都容易弥补,初步预期不会造成明显影响。 面板产业部分,台南未显示大厂群创光电的大本营,其位于台南的厂区,分别为FAB2、FAB3、FAB5、FAB6、FAB7,临近的高雄厂区,则是FAB8、FAB8B、T6。 由于厂区历史较久远,加上此次阵度较大,影响部分台南厂区机台停机,受损状况仍待确认。 然预估此次地震对第一纪元就稍微吃紧的电视面板攻击,造成一定的压力。 台积电指出,位于南科的晶圆厂区,当日凌晨测得最大阵度为5级,中科厂区最大测得阵度为4级,逐科厂区寒龙潭及逐南最大测得阵度为3级。 台积电表示,为确保人员安全,各厂区依照内部程序启动相关安全预防措施,部分中部及南部厂区在第一时间进行人员疏散。 当日凌晨一时许权术完成清点,确定人员安全无余。 各厂区也完成建筑镇后损害检查,确认结构安全无余,逐步回线。 台积电表示,建厂工地未受影响,完成镇后环境安全检查后已照常施工。 目前,各厂区供水、电力、公安系统及营运正常,各项细部检查与详细影响评价作业也持续进行。 联电财务长刘启东表示,地震造成部分机台当机,为手机带来约各位数百分比的营收短少,由于有保险理赔支付,估计不会造成财务面太大影响。 面板厂群创指出,台南镇度达到疏散标准,除案规定进行人员疏散作业,也对居住在嘉义与台南交接处的员工进行关怀。 台南厂区部分机台启动保护性自动停机,确认建物安全后入场检查机台陆续伏击。 南科管理局提到,在台南园区厂商的地震仪侧值部分,群创B厂侧德5强,台积电18厂侧德5强。 连电与财经也都侧德5强,高雄园区的群创F厂则侧德4级。 中科管理局与各家厂商联系,业者都表达在一天的复归作业后,停机的设备已陆续恢复生产,出估影响并不大。 园区各厂区供水、电力、公安系统及营运正常。 Tranforce表示,台积电在台南地区有一座8英寸厂,两座12英寸晶圆厂,从成熟制程到目前最先进的5奈米、4奈米及3奈米皆在此生产,连电于当地运作一座12英寸厂,包含90奈米至14奈米制程。 相关厂区已陆续于当日上午恢复正常运作,地震对实际产出的影响在可控制范围内。 与此同时,科技媒体Gamma Burst最新发文显示,其整理了近期高通骁龙系列晶片的最新爆料信息,涵盖了骁龙8系、7系和X系等多个系列,揭示了它们的代号、封装、生产厂商以及部分性能参数。 首先,骁龙8系列SM8850,第二代骁龙8至尊版晶片,封装为NPSP1612,代号Karnapoli。 此前曾出现过代号为Karnapoli S的版本,推测为三星生产,但最新信息显示出现了Karnapoli T,推测为台积电生产。 由于Karnapoli S版本在物流信息中并未出现,三星生产SM8850的传闻可能不实。 SM8735,骁龙8S至尊版晶片,封装为NPSP1446,代号Benito,同为台积电生产。 虽然Benito与以往的代号命名规则不符,但由于存在类似命名方式的线力,该说法具有一定可信度。 Deepbench跑分数据显示,其CPU预估为一个Cortex X43.21G加三个X43.01G加两个A7202.8G加两个A5202.02G,GPU为Adreno 825,性能接近骁龙8G3的降频版。 由于没有采用Orion核心,被称为至尊版,也引发了一些争议。 其次,骁龙7系列SM7775,封装为NPSP1446,代号Benito,台积电生产。 与SM8735,相同。 SM7750封装为PSP1400,代号Eliza,台积电生产。 SM6650,SM7635,Geekbench数据确认。 SM6650代号Milos与SM7635骁龙7S Gen3,代号Kermolos,实为同一产品。 此前,根据两者相同的封装等信息,推测两者基于同一晶片,现已得到证实。 测试版SM6650的各项参数与SM7635完全一致,包括主机版名称Volcano,CPU规格A720 2.5G乘1加A720 2.4,G乘3加A520 1.8G乘4以及GPU A810。 这表明,并非基于同一晶片制造不同产品,而是在开发过程中SM6650,最终更命为SM7635发布。 最后,骁龙X系列SC8480XP,代号Greymore,此前传闻为第二代骁龙X系列的低端型号,与代号Mohua,Torva类似。 其封装为FCBGM2331,由台积电生产,并与Greymore使用相同的PMIC代号Superfury。 相比前代,Homoa的NSP212G封装,规模明显增大。 骁龙X系列X200096型号,封装为FCBGM2331,可能为骁龙XR Ultra Premium。 尚不清楚是XR Elite更命为XR Ultra Premium,还是新增了Ultra系列。 如果将12CH理解为12通道记忆体,则总线宽度为192bit比第一代的128bit提升了50%。 据此推测,XR Elite可能维持128bit,而Ultra系列则为192bit。 这意味着X200096和SC8480XP可能是不同的产品。 如同Homoa和Povar最终采用相同封装,SC8480XP可能是Elite系列,而X200096则属于更高端的系列,拥有不同的型号。 目前来看,两者可能是同一产品,但需要等待SC8480XP的CP90代码出现才能进一步确认。 X200096的部件号可能是X20-00-096,与第一代产品早期部件号X11001E,X10001类似,正式部件号可能会有变化。 可以看出,高通骁龙今年全部主流晶片产品,全部使用台积电代工,三星彻底出局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。 谢谢。 谢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